不知道大家印象中 这个老花眼应该是几岁后才会发生的窘境 不过呢现在低头足当道 就连老花眼也提前报道 平均年龄呢比以前少了十岁 就连呢民主持人吴淡如 他当初不知道自己是老花眼 还以为得了白内脏 手机平板滑来滑去 一目盯久了 怎么好像越看越模糊 小心老花眼可能已经提早找上门 以往老花眼的标准年龄是 大概42岁到45岁以上 那现在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 现在大概在35岁到40岁 长期暴露在高能量的蓝光下 像是看电视 玩手机 还有长期在LED灯的照射下 都会照成眼睛的水晶体提早老化 导致老花眼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不相信自己有老花 就连主持人吴淡如在主持节目时 大字报越看越吃力 差点以为自己得了白内脏 我其实还看得蛮近的 可是问题就是光线会感觉 怎么明明光线是亮的 怎么会暗 所以才会怀疑是白内脏 同样是视力模糊老花眼 白内脏傻傻分不清 白内脏的症状是看远看近都不清楚 老花眼则是在远近交替 还有近看物品时容易模糊 症状相似因此民众容易弄错 医生还提醒民众有近视并不代表不会得老花眼 打破迷思呼吁民众要让眼睛适度休息 不要熬夜常看远处才不会让老花眼提早报到 又在TV蔡中路周月柔台北报道